来到万华中华路 台北国税局门口这片空地 灯笼特别吸睛 整体股价就是灯笼造型 上头挂满有灯米的灯笼 不过民众走近一看却发现 怎么跟台湾常见的字体不一样 下连蓝配上连两个字 连跟蓝已经有两个字 是简体字的 毕竟我们教的都是环体字 然后那个简体字的话是对岸 我是觉得应当用那个环体字 毕竟环体字的话是中国五千年来 一直延续到现在都用环体字的 是有点奇怪 为什么 因为不一样 这里好像用惯的繁体吧 就是你平时看惯了 好像那字比较复杂 突然出现简体就翻译不过来 你们在澳门是用哪一种中文字 繁体 所以在澳门看到简体字也很奇怪吗 也挺奇怪的 就连澳门来台湾观光的游客 都觉得很惊讶 台湾不是跟澳门一样 使用繁体中文吗 怎么灯笼会出现简体字呢 消息在网络上传开 引发网友热议 台北国税局小编赶紧在脸书澄清 花灯市台北市政府举办台北灯节所架设 并非国税局 还请大家不要误会 这简直是让台北市蒙羞啊 我们想请问蒋万安市长 以及市府这些团队们 在审核这个活动的时候 难道没有好好的做审查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 这么离谱的错误呢 还是蒋万安市府直接不演了 根本就是在偷渡两岸一家亲的概念啊 绿议员痛批 蒋市长不演了 直接在登龙大秀简体字 台北市官传局则回应 这次灯节总共有来自 16个不同城市的花灯 包括中国上海 韩国 还有日本多个城市 每个城市的灯饰 都会表现各自文化 而这组来自上海的灯饰 上面是简体字灯笔 但灯笼下方也挂有繁体字卡 方便台湾民众阅读 明镜新闻黄荣洪国凯 台北报导